冬日的周末看看什么新闻好呢? 我们今天来点轻松娱乐的内容 军事领域也有快乐的报道 而最近快乐多的新闻是26日印度在 首都新德里举行的庆祝第69个共和国日阅兵式 与一般的阅兵式不同 印度阅兵式的重点从来都不是武器方阵 而是千奇百怪的花车巡游 以及最最烧观众朋友们热爱的摩托车表演 今年印度阅兵展出的武器都是老面孔 比如T-90坦克、布拉穆斯导弹 还有印度首艘国产航母维克兰特号的模型等 这些早已不能吸引兴趣了 好在印度人民总会给我们带来无限的乐趣 看看这些造型千奇百怪的花车 这是阅兵 你确定不是山寨版迪士尼花车巡游吗? 还有一对对骆驼骑士 边上走的印度士兵算什么呢? 难道怕骆驼乱走? 当然 最后的压轴表演还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印度摩托表演 具有印度特色的摩托飞人表演给每次阅兵都带来了喜感 这次表演摩托飞人的是印度边防部队的上百名男女摩托车手 迭罗汉 瑜伽 到左梁台 转飞轮 实在是并不下去了 七辆摩托装29人 多吗? 好像这次摩托神功发挥的一般啊 说好的一辆摩托车一个加强连啊 不过 在摩托表演上 印度说自己第二没有人敢称第一 这么多摩托照片是不是看着还不过瘾 布莱伊波实在是对不起三哥这开挂的特技啊 看三哥三姐们的阅兵 过于快的周末 这次摩托车手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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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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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